大家好,我是Stan 从出道第一首歌11到第二首Love Dive 连续爆红的新人女团艾布 昨天公开了第三首回归新曲After Like 而在第一天的专辑秀收量就突破了46万张 刷新了艾布先前的记录 并且也登上了每轮排行的四位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艾布新曲After Like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超喜欢这个伴奏,很像是电影 歌曲很复古,也有二代的感觉 可以同时满足想要高贵以及怀旧风格的人 是韩国人非常喜欢的风格的歌曲,超喜欢 比起11跟Love Dive有点弱的感觉 有以前J-POP的感觉 确实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 这是什么18这种感觉的话 应该会越听越中毒的 Part分配太过分了 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Part问题了 艾布本来是有很时髦又清爽 却不是很常见的风格 但是这次不是很特别 是可以联想到很多K-POP的歌曲 所以有点遗憾 艾布真的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姻缘专机海外都拿下了 应该要拿到新人奖跟大赏吧 然后现在很多航空网友们觉得 比副歌部分还要好听的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觉得 艾布新曲艾布特莱克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乘阿粉丝上传的贴文 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 乘阿说想要离开这个公司 请让我离开吧 但是现在该直播影片已经下架了 然后这次Sparkling打客舞台自拍照 一张都没有上传 打歌活动结束后 乘阿在视讯签收会的时候 说了之后才知道 所以当天就上传了200多张照片 之后确认才知道 乘阿将照片给公司 但是公司没有上传 然后在推特ID的发文 英文字幕也写错 删了又重写 一直反复 导致错过上传时机 然后这次有四手先公开去 因为没有宣传 很多人都不知道 用乘阿赚来的钱给支援们工资 公司从地下搬到了地上 现在却这样操作 身为粉丝真的希望乘阿能离开公司 去能支援乘阿的地方 这个贴文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我本来还说乘阿怎么还没回归 结果一看竟然有兴趣 这公司之前不是很会照顾乘阿吗 最近发表的歌 确实是感觉没有好好宣传 乘阿很会照顾自己人 他能有这种反应的话 真的应该是很严重 希望能搬到正常的公司 在中小公司能力很强的支援们 离开公司搬到更好的公司的话 中小公司就突然会变得不会办事 这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乘阿粉丝本来就不是很多 公司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众们又不是傻瓜 然后大公司的话一定就会成功吗 不能只是说什么都是公司的错 这真的是无知的废话 对于乘阿粉丝的贴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去海外 而兴奋的女爱豆 这位就是 今年17岁的红文茄 是第一次坐飞机到海外 所以非常兴奋 因为一直在看窗外 太可爱所以拍下来了 看到对面的莽那第一次坐飞机 这样一直看着窗外的话 大家应该也会想要拍下来吧 海外的所有东西都很神奇的孩子 因为恩姐说想要跟Pinko Poon拍照 所以大家就一起合照了 但是 看起来有点害羞的左边姐姐们 我们恩姐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对对 姐姐们最棒 有姐姐们心里就踏实 好想带去学校 说想要带姐姐们去学校 好可爱 真的太可爱了 我去看了影片 恩姐还激动的说 自己不是第一次坐飞机 对那气氛好好 真的好可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